出啦! 接續上集的介紹 讓我們繼續聊聊牧村拓哉 對於宣布結婚的牧村 電視台予以冷處理對待 甚至2001年的綠鎮英雄 幾乎是以無前期宣傳的情況下播出 但結婚似乎沒有讓牧村減少一點魅力 該劇獲得平均每集收視率超過30% 劇中的主角 九粒生公平 穿著黃色的外套 率性又細膩的辦安方式 讓原本不受歡迎的檢察官一職 頓時成為各校法學院學生的職業首選 2003年夢想飛行 Good luck 中 牧村飾演一位懷抱著機長夢想的副駕駛員 辛海元 在面對有著空難陰影的運行監察官 香甜一樹的不合理要求時 他總能跳脫傳統的框架 創造出不同於常人的思維 該故事不但勵志而且感人 播出期間日本各大航空公司的 求職信函大增 甚至日本最大航空公司 ANA的股價也因此上漲 2004年的冰上漢將Pride 讓日本備受冷落的冰上曲棍球翻紅 球賽觀眾比過去增加了三倍 而牧村太太們也開始送自己的小孩去學曲棍球 當時牧村拓哉本身不擅長溜冰 打算以一個加拿大級專業球員替身演出 可是到了開拍日 該球員竟然因想家而擅自回國 結果牧村拓哉只好硬著頭皮學習冰上曲棍球 故劇中的比賽場面 都是由牧村拓哉親自演出 而歷年的極速引擎 他則扮演失憶的賽車手 神奇次郎 逐夢踏實的故事 為了取得上場的機會 甘願只當一名賽車的機師 其中與小雪接吻的鏡頭 真的讓我難以忘懷 而後這部戲 也激勵了一個叫半桂廣的14歲少年 之後他真的完成了夢想 參加了JAF F4的比賽 2008年的Change 可以說深深打動了許多對政治失望人民的心 由牧村所飾演的招倉奇態 原本是一個與政治八竿子打不著的鄉下小學老師 性格溫吞 連在學校都會被學生惡政 雖然是政治上面的外行人 但為人民拼盡全力的那個身影 不知道讓多少人流淚動容 甚至影響了2009年日本的玄情 當時日本大選投票率 創史上最高紀錄 69.28% 導致獨霸日本政壇50餘年的自民黨 第一次落敗 而劇中 牧村 22分鐘的不看稿演說 更是打破了紀錄 讓大家看到牧村的敬業 在2009年的腦科學先生中 主角99龍介於五年前從工作回家的時候遇到了嚴重的意外並平臨死亡 在康復期間為了修補腦部的損傷其右腦急劇發展 並且獲得了驚人的思考能力 隨後99龍介被警察廳科學警察研究所選中 根據獨自的腦科學方法 解決各種各樣的疑案 劇中 牧村透哉對一範說 你擁有一個非常完美的頭腦 但是大腦是不會說謊的 在這部劇中 他與林瀨瑤的互動 最讓我感到有趣 雖然很多人說 這是牧村有史以來最爛的一部戲 但我個人還是覺得娛樂性蠻高的 在2012年 牧村又演出了一部 讓我印象深刻的日劇 Priceless 人生無價 劇情以保溫壺為中心 一路展開 飾演金田一二三的牧村 原本生活無憂無慮 有漂亮的女友 工作順利 某日無預警的被上司 大巫夫統一郎解雇 又因瓦斯爆炸 住家全毀 平時不在意開支的金田一 此時才發現自己的賬戶 竟只剩30日元 三餐不計 且生計陷入困境的他 在走投無路下 只能從零開始 該劇既溫馨又搞笑 對一個高尚的人格 有了重新的定義 看到最後 你會覺得非常勵志 但眼眶卻含著淚水 牧村拓哉 真的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位演員 帶給我許多美好的回憶 甚至也在我的人生中 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牧村拓哉這四個字 代表著一個時代 也影響了一個世代 光是在1995年的時候 牧村個人就創造出了 1520億日元的經濟效益 甚至他的名字被收入到了詞典中 牧村拓哉不僅僅是一個名字 甚至是代表了一個效應 東京學藝大家也致宴副教授這樣說 可以把牧村現象看作是一個時代的象徵 在他身上幾乎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沒有人能看得清他的全部 當他代言三斗里威士忌時 把威士忌當香水塗抹脖子 於是群眾紛紛效仿 當他在劇中談著情 許多人也跟著學情 當他化身冰上驅棍球員時 多少父母送孩子去學驅棍球 當他有了一個新髮型 多少女孩子要他們的男友 也去剪成同樣的造型 當他穿起Levis時 多少男女的衣櫃裡 一定也要有一條 他不但影響了經濟 甚至影響了政治 雖然隨著他的年華逝去 他那完美的臉孔逐漸消失 但他所創造的奇蹟 可能是誰也無法取代的 牧村拓哉曾經這樣說過 這個世上絕對沒有不痛苦的人 既然有選擇的自由 那就必須承擔隨之而來的責任 生活的每一天 就是被這樣的選擇堆積起來的 他又說要逃避很簡單 但逃避後所選的路肯定會後悔 現在能做的事 就只有現在能做 我想牧村就是用這樣的態度 兢兢業業的度過每一天 雖然有這樣的豐功偉業 但與牧村合作的人 卻這樣說 他很溫柔 和牧村共識是享受 雖然是超天王級別 拍完戲後 還是會特地留下來等人 和工作人員打完招呼再走 一個人的成功是沒有捷徑的 牧村在宣布自己的婚訓後 曾許下承諾 從今以後 我一定會像原來一樣 繼續一生懸命的努力 許下承諾很容易 但有幾位像牧村拓摘一樣 花上數十年的時間 來證明自己的承諾 關於牧村實在有太多點點滴滴 還有許多我沒有介紹的戲劇 都是值得一看的 但片短情長 只能留給大家慢慢回味了 希望牧村的故事能夠激勵你和我 我是放輕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